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C++里面的动态内存管理 跟C++里面动态内存管理一样 它有申请和释放 但是采用的这个机制不太一样 就是说在C++里面我们用了malloc和free两个函数 分别去申请内存和释放内存 malloc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函数呢是申请到内存不出实话 直接把地址交给你 你自己去用 那么new的话 在C++里面是采用了new或者new方括号 这是操作服务 这个操作服务来去申请内存 跟malloc非常类似 但是不同的是 它比malloc有更丰富的功能 它不仅仅是申请一段内存 申请一段内存 在这我们把它的用法逐一罗列一下 好我们来看 第一行 new int 付给pe 它意思就是我去内存力去申请一块 那int多大 它就申请几个字节 比如四个或者两个 然后呢把这个地址 付给pe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做类型转化的 因为它直接就是返回的就是一个int类型的指针 因为这边是int 这里面在这再次强调下new 是一个操作服 它是一个操作服 它就是一个表达式 你可以看new int是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的结果 就是这个操作完之后 这个内存的地址 这是这个表达式 好 那这里面的话 它申请到的依然是没有做初始化的 就说你内存里面是什么 就是什么 或者说严格来讲 它是调用了default initializer 就是一个默认的初始化 这里面对于整数来讲 对于这种基比数类型来讲 它没有默认 它往往就是不做任何事情 就是一个随机值 那么如果是其他的就不一样了 这呢new 后面加一个圆括号 它实际上是做了初始化的 初始化为0 0 当然你这写个0 它也会0 你也可以写成别的整数 那就new 5 就是说申请一个整数 初始化为5 它的初始数值为5 然后呢把指针 把这个地址附给p3 好 共产杂一点的 我们在c++11里面 我们有了画括号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写个画括号 那就是初始化为0 如果写个括号里面是5 就是初始化为5 那画括号其实用的更多一点 为什么它要用它 它有比原括号更丰富的功能 稍后介绍 好 这个是 就是你去申请一个整数 用new是这样做 如果是我们student是一个结构题 那我就newstudent newstudent 他就生成一个对象 把这个对象 附给这个ps1 这个指针 同样的话 那这个地方student里面是怎么处理的 或怎么解决的话 那首先一点 现在我们讲的是c++语言 c++语言 student 其实它说是它是个结构题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类 class 结构题和class几乎完全懂得价 只有个别地方不懂得价 那这个地方 在CIR里面结构体 你看成是一个class 那是 它会调用default initializer 那么这个时候 那你就会查一查 有个小疑问 class里面 默认的初始化是怎么做的 这个的话 我们在class里面会专门去讲 好 你可以认为它去调用一个默认的构造函数 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可以去具体的去初始化 那这样把这几个变量 用这个画框起来 把这三个成员变量这样去初始化 也是可以的 这是结构体 当然类是类似的 好 那么如果是数组呢 既然我们是用new 往往是一大片内层 那我们可能是new int 16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要是申请16个int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16个int 这块内层 就16乘以4等于64 个字节 把这个字节呢 就把它复给pa 这个指针 这个的话 如果加个圆括号 那就是把所有的元素去置零 如果这个划括号也是一样 置零 然后如果你要初始化前三个 123 那就这样 那后面 后面13个怎么办 后面13个都是置零 然后你用元括号 你是没法写这个列表的 你用划括号 你可以写123 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你要编译的时候 要加c++11 好 这个地方如果更复杂一点 students16 那就是16个对象 每一个对象都调用它的 默认的构造函数 或者默认的初始化去做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又带来初始化了 那就16个对象 每个第一个对象 是这样初始化 第二个是这样初始化 后面的话 那就指零了 这个是申请new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是两个运作符new和new 方括号 方括号就是很多个 很多个 好 这个是使用new c++里面new 来申请类型的 那么 如果你要去释放 同样的 你需要去手动释放 在c里面 你用free 在这边你用delete 那你就可以这样delete p1 前面我们讲的p1 是一个整数的指针 对吧 delete p1 这个是一个student的 delete p1 那这 还有一个就是array 如果p1 我们在前面我们再回顾一下 p1的话 那是new int16 方括号16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释放 delete p1 delete 方括号p2 当然p1也一样 那这两种 带不带方括号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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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数组里面 因为它是个int类型的数组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在int类型的数组 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 如果我们是psa1 这个和psa2 这两个变量 这两个指针 我们来看psa1 是new student psa2 是new 也是一个student 他们都是一个数组 他们就有区别了 如果你去这样去delete 它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就是一个指针 指针的话 那么 它就会 如果里面存的是这个结构体 或者存的是一个class的对象 一系列 那它就会 这两个区别在于 他们都会把内层全部释放掉 没有 你就把整个内层都释放了 但是呢 这个只会把第一个元素 去调它的destructor 就是 在类里面我们会学 它是它的吸构函数去调用 然后呢 这个呢 是调所有元素的吸构函数 所以说呢 在ci加里面 你去释放的时候 只要是个数组 你就去这样写 即使是一个int类型数组 你去这样写 让养生这个习惯是比较安全的 好 这一部分我就介绍这么多